谁没有一切黑光明心事 谁能预解后果 感动的都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 河南暴雨至今 我们通过网络看到了太多 普通人之间的互帮互助 在危急时刻 很多人既勇敢又果断 爆发着惊人的能量 他们都是平民超人 那这期节目 很想让大家一同来认识 在这场暴雨中的一个人 和一支队伍 那今晚以下的内容 来自于公众号偶尔治愈 要非常感谢他们的授权播出 偶尔治愈是丁香医生旗下的 医疗健康深度报道品牌 而偶尔治愈这四个字 取自美国医生特鲁多的穆志明 偶尔治愈常常帮助 总是安慰 那本期要分享的内容 就和医生有关 折返暴雨淹没的地铁 连坐六小时 心肺复苏数 这名医生 还原救人经过 作者 苏维楚 如果没有这场暴雨 2021年7月20号 对医生余奕飞来说 可能只是一个 有一点特殊的日子 她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拿到了硕士学位 学的是骨科脊柱专业 这一天 是余奕飞正式入职 郑州人民医院骨科的第一天 这位26岁的医生 像每个新人一样 正常交接工作 熟悉操作流程 了解医院历史 下午五点多 余奕飞准备下班 郑州的雨 已经下了好几天 天暗沉沉的 离开医院不远 就是地铁站入口 路面的积水很深 已经慢到 这位身高一米八的 年轻人大腿 她背着一个书包 里面装着新发的白大褂 一张工作证 还有一些表格 那时候 余奕飞还没意识到 这件白大褂 在未来的几个小时里 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在五号线上 郑州人民医院站的下一站 是海滩寺 再下一站 是沙口路站 在这条地铁环线上 32个站点里 有五个 由医院命名 上车后 余奕飞感觉 起初车行很顺畅 如果没有意外 回家的路 只需要半个小时 但在从海滩寺 到沙口路站的路途中 咚 一声 车停了 明亮的车厢灯 渐渐暗沉下来 在密闭的空间里 对时间流速的感知 变得异常迟钝 事后 余奕飞 已经无法准确 记得每一段时间 她意识到不好 是地铁 从沙口路站 逆行 回到海滩寺 中途 又停了 借着身高优势 她能看到隧道里 出现积水 且以一种 飞快的速度 在上涨 所有人开始慌张 余奕飞 给父亲 打了一个电话 她说 我在地铁里 可能出不去了 她很难 去描述身处的环境 信号很差 电话中断了 她身处的 是前三节车厢 在一些报道里 有人称 靠近车头驾驶室的 前三节车厢为 安全孤岛 因为水位较低 后来集结了 大部分被困乘客 因为位置的优势 余奕飞是最早 被疏散的乘客 她和其他人 沿着应急疏散通道走 逃生的道路 只能容纳一人通过 能感觉到身旁隧道 水流很急 余奕飞说 一些地铁工作人员 怕乘客掉下去 干脆跳到水里 水流几乎 没过他们胸口 余奕飞在内的乘客们 被引导去 一层入站口的位置 这时通道里 接连不断的呼叫声 传了出来 有没有医生 有人受伤了 入站口 灯光明亮 通道里 昏暗暗的 看不清水位 涨了多少 余奕飞从包里 摸出新发的白大褂 她连同包 都被泡在水里很久 湿透了 她决定折返 她说 这样省很多事 穿上这一身 大家就知道你是医生 不用再多解释 没什么犹豫的时间 害怕劲已经过了 有人问有没有医生 我是 那我就回去 隧道里是暗的 站台是亮的 原路返回的余奕飞 经过许多脱困的人身边 有人给我加油 有人喊医生来了 医生来了 余奕飞 需要选择准确的 施救位置 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整个施救过程中 她都需要判断 施救的地点 是不是足够安全 相比之前 负二层的站台上的水 已经退到了隧道里 流出大片大片 相对干燥的地面 可以开展救援了 刚脱困的老人和小孩 站在站台上 哭喊着救命 身上被玻璃划烂了 头上也出血 他们的外伤 急需被处理 对于这名骨科医生来说 清创也是她熟悉的 工作的一部分 余奕飞跟地铁工作人员 要了绷带 这是最主要的 她一再强调 她还需要便携式的 心电监测设备 双氧水 纱布 地铁工作人员全找来了 他们拿着对讲机联络 记录下这位年轻医生的需求 一些泡在水里的小孩子 也被救上来 湿温是他们最主要的症状 在余奕飞的指引下 地铁员工们找来了军大衣 给孩子们取暖 对于上述两类 余奕飞判断没有生命危险之后 就迅速让他们离开 她应对的是 整个救援过程中 最艰难的那一类症状 溺水 一些人甚至已经 一时不清醒 而随着救援的深入 这样的乘客 越来越多 另于亦菲印象深刻的是 一个溺水的人 被扛了上来 几个热心人围上去 倒控水 掐人中 她说在我的医学知识里 这样的施救方式是错误的 她赶紧上前制止 她把这位溺水者 接管过来 让她平躺在站台上 让她的头朝向一边 把手伸进对方的嘴里 把里面的泥沙清理出来 对方始终没有意识 余奕飞立刻开始 心肺复苏按压 随着站台上 被捞起的人越来越多 这位年轻的医生 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 但她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吃力 有没有人愿意过来帮忙 她喊 我现场教你们怎么抢救 七八个乘客 围上来 但教会普通人 是需要技巧的 需要告诉他们 准确地按压位置 按压频率和深度 不然达不到高质量的 心肺复苏 也是没有用的 志愿者们 在余奕飞身旁 围成一个圈 她一边操作 一边讲解 按压的位置 在两乳头连线终点 每分钟按压一百次以上 可以边喊边按 做三十次按压之后 需要两次人工呼吸 我问她 要按压五厘米 这个怎么给一个 普通人讲解 我按压的时候 他们都会看 按压到什么程度 包括怎么做人工呼吸 要给患者抬头 拖起下巴 他们都很仔细地在看 余奕飞给这些志愿者们 分了组 至少四个组 两两轮流 她也终于有了一个同伴 但不知道对方姓名 在她脱力的时候 对方接手 余奕飞赶紧去查看 别的组 是否做的标准 及时纠正 她说 我歇过来之后 继续去按我的病人 一个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的女医生 也被救起 她好像有些哮喘 我问她是否需要什么 她摇摇头摆摆手 说自己也是医生 你不用管我 赶紧去救其他人 过了一会儿 这位医生恢复了 也加入到救援的队列 在其他媒体 对乘客的报道中 我们也能看见 余奕飞的救援片段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 一位叫小佩的女孩 也是脱困的乘客之一 她在站台上 和余奕飞有过短暂的交集 她看到这位医生 在抢救一位失温的乘客 并询问周围的人 是否有糖果食 小佩 从口袋里 掏出了几粒口香糖 她曾试图询问过 医生的名字 但对方跟她说 名字不重要 事后 她才知道对方叫什么 小佩 曾留意过 她穿的那件白大褂 上面 满是泥巴 后来 我想让余奕飞拍一张 这件衣服的照片 她很低沉 她说不要了 上面有泥巴 还有一些血 二十号的那个夜晚 很多人都看过 这样一张照片 余奕飞 跪坐在失救失败的乘客身边 无比失落 她和其他人 已经拼尽全力 余奕飞说 一分钟不间断算的话 六个小时里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按压 中间歇个十秒 或者十五秒 让其他人接力 然后我再上 但还是有失败的时候 你抓不住这个人了 这里不是医院 没有心电监测的设备 包括余奕飞在内的 几名医务人员 根据自己经验和知识 去判断 碰头商量 做出并不容易的决定 她说 会感觉很残忍 当你按压了几十分钟 都失败后 你可能需要离开 这个人身边 去挽救下一个 还有把握拯救的生命 河南省人民医院护士 李英豪 也加入了急救的队伍 在此之前 她一直在车厢和站台之间 帮助其他乘客脱困 在接受新京报的采访中 她回忆 当时现场 加上自己 一共有四个医护人员 对于需要 心肺复苏的 溺水者 他们一直循环着 高质量的抢救 但对于一些人 还是非常遗憾 没有救过来 因为时间太长了 李英豪在地铁站 大概接手了十几个 需要医疗救援的人 有个低血糖的人 高度紧张 在抖 李英豪给他保暖 让他侧卧位 借其他乘客的口香糖 让他嚼一下 他慢慢地 恢复过来 这位护士 在车站 待到晚上十一点多 在于亦飞和李英豪 失救的过程中 外面的救援人员 消防员 医务人员 不断抵达加入 这个临时 被组建的救援团队 慢慢分散 撤退 于亦飞 感觉到了疼痛 他的膝盖 跪烂了 双臂抬不起来 斜在逃生脱困的时候 被水冲走 脚底 因此扎了一块玻璃 救援的时候 隧道的大水 冲过来一双拖鞋 他捞起 套在脚上 21号凌晨 临时许 于亦飞 离开了地铁五号线 沙口路站 外面的水 几乎慢到胸口 他一路 边游边走 原本想回家 回家的路 有十几公里 于亦飞决定 游去父亲送 所在的医院 他父亲 也是一名骨科医生 此时 与儿子失去联系 超过六个小时 不过他在互联网上 已经看到 儿子救援的照片 于亦飞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郑州人 这里的路 他都熟悉 但这一夜 再走时 无比陌生 黑漆漆的夜 黑漆漆的水 他有些怕触电 尽量闭着 有高架桥的时候 尽量走高架 行路时 走着走着 就会看见人 都是素不相识的人 但那一刻 迅速靠近彼此 手拉着手 走过一段 怕踩到井盖 也怕摔倒 凌晨一点多 于亦飞 借到了手机 给父亲 报了平安 并告知了 自己前往的方位 路上 于亦飞经过了 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这里是亚洲 最大的医院 在地铁五号线 被困的这一夜 这里一度停电 医生们 向外界 发出求救信息 经过这里 于亦飞 抬头看了一眼 所有的建筑 都没有灯 黑漆漆的 大水已经漫过汽车顶 在离父亲所在的医院 还有一公里的时候 于亦飞 听到有人 喊自己的名字 父亲 站在水里 站得笔直 他向父亲 游了过去 文章读到最后 又感动 又敬佩 作者在写完这篇文后 和读者说 于亦飞医生的经历 最初打动我的 不是一个人 逆行的勇气 也不是一个年轻人 拼命做了六个小时 急救的奇迹故事 我更想读者看到的是 在那个救援现场 一支临时队伍 被凑了起来 是于亦飞 秦杰林 李英豪 和许多不知名的 志愿群众 而关于于医生 一些细节没有提到 比如 于医生 当晚在停电的医院 摸黑 给自己清创 第二天 出现了恒温肌 溶解的症状 尿液像苹果汁 一样的颜色 我联系他的那天 他还在卧床休息 但写到文章最后一句 他向父亲游了过去 我想 就停在这里吧 而我的理解是 之所以文章写到这里 可能就是 上一刻 还是救死扶伤的战士 而在朝父亲游过去的时候 他也不过是一个 柔软的 普通的儿子 感谢于亦飞 感谢他 站得笔直的父亲 感谢这只零食凑齐 又默默解散的队伍 感谢这场暴雨下的 每一个 勇敢善良的人 也谢谢公众号 偶尔治愈的记录 在本期节目的简介里 有公众号的详细信息 邀请大家一起关注 和偶尔治愈一起 关注不同个体的生命经历 倾听 并成为你讲述的一个出口 我是小默 谢谢你的收听 祝你夜爱好眠 小默在深圳 和你说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